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出在9号这天 8号 事出在8号这天 他来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我们有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 那是相当快的一期节目 只有两分钟时间 然后中共代表还打断了他两次 然后他用英文发言 准备了一个稿件 用英文发言 但他的态度 他的身体的语言 他的面目表情应该讲相当优秀 确实是相当优秀 他应该是已经四十几岁了 43岁是四十几岁 他不是很年轻了 不是很年轻 但他真正出名的是当年的雨伞运动 我个人根本都很少听歌了 我们原来只是找出听他的歌 听他的 不是 听他老师的歌 他师父的歌 梅艳芳 他是梅艳芳的官门弟子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身上有着梅艳芳的 相当多的那种痕迹 也可能吧 就是从梅艳芳个人的性格的 做事情的性格 特点来讲 能做他的徒弟的人 那也不容易 能被他看上愿意收起为徒弟的人 他一定是有这种 不是像平常说 你拜个诗 学个义 我给你点钱 然后你就教我 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这种关系 梅艳芳也不会为了钱去教一个 随便教一个徒弟 然后如何如何 应该不是的 所以就变成了 他们是这个师徒之间有了一种 内在生命的一种共生点 共同点 这是可能因为有很多朋友 对雨伞运动不是很清楚 我就把当年2014年雨伞运动 当时的场面我们能够看到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是当年应该是12月份 2014年12月份清场的时候 就是雨伞运动最后完全被清场 把他们作为一种犯罪的概念 后来好像是全都放掉了 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没有追究法律责任 这是当时一个一个被抓的 被抓的过程 当时呢 包括他 也包括这个黎智英 李柱明 这些都包括 就是当时在香港政坛当中 泛民主派 反中共的政坛当中 这些人都包括 那何凤诗是在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名了 因为他面临的一切就是 他是艺人 他唱歌 靠他的演唱会 靠 靠卖唱片赚钱的人 吃饭的人 所以后来就断掉了他的整个生路 断掉他生路 所以这是当时他被压走时的场面 这是同一个场合的另外一张照片 当时是很有名了 这是我忘了是26号还是12月初清场 具体的时间稍微有点模糊了 那这是在当时 他留下 他说25号圣诞节 预留下来 这是他跟当时留守在现场的 抗中运动 雨伞运动留守在现场的人之间的交流 这是这一次 反送中条例 反送中条例要求林郑月娥撤回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如果他是这个 如果这条条例通过的话 他们都可能成为被遣送对象 很多人拍过这个模式的照片 包括陈方安生等都有报告 这应该是当年雨伞运动了 你们站出来面对的 别只懂得用暴力和各种手法去蒙混过关 你们这代年轻人的责任资产 总有一天是要清算的 所以这是当年五年前的他 这是应该现代的他 这个是他去论坛 应该是去纽约的奥斯陆论坛 他有替香港人发出声音 这是当年雨伞运动 这是雨伞运动 称起雨伞 这是当时他 雨伞运动后来的 就是他从战中 转变成雨伞运动的过程 雨伞运动被称为是 实际是2014年9月28号 作为警察 港警首次在香港使用了催泪弹之后 在望角 在金钟 在铜锣湾 大概三个地方 使用了雨伞 这个催泪弹之后 人们拍的照片 都是用雨伞来抵挡 那么逐渐转变成黄雨伞 这是他在不同场合下 撑起雨伞 当时有很多香港艺人在唱歌了 这是梅艳芳 这是梅艳芳 这是他 所以前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 那在这一次 这个谭永林的做法当中 曾经有人问过 谭永林 钟振涛 还有这个叫叫什么 梁家杰 梁家 梁家辉 梁家辉 说如果梅艳芳活着的会怎么样 然后他说 他说梅艳芳呢 有三条狗 三条狗的名字 可能就跟着三个男人脸上 这是一个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一个背景 网上流传了他昨天在 在这个瑞士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讲演 当时两分钟的发言 现场的视频 很多人都在报 应该是这个 路透社把它录下来 但很多版本不同 但发言的环境是一样 我们使用一个版本比较突出的 就是大家会看清 他打的中文字幕很大 他发言用的是英文 他打的中文字幕很大 他的英文非常好 这个发言的力度 跟他的身体语言 和面对中共政权的代表 在进行干涉时 他的态度 你从中 你从中就能够品出他 为人的这种素质素养 这个版本呢 大家会看到下面的字幕 应该更清楚一些 这是他当时发言的 因为只有两分钟 当时发言的实况录像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组成部分 刚才 这位所谓的NGO代表 发言者 发言 将香港与中国并列 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请主席 敦促其使用符合联合国规范的 正确表述 权的 中央中央中央冠军 遵促其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 应该说相当相当给力相当强劲 在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 只有两分零六秒 那中间是有人 中共的那个人是插进来的 中共那个人的抗议 你注意到他即使说那两句话 他是念稿来的 所以是应该有人把稿件给他 有人在把他要说的东西 要求他这么做 所以他基本上是个木偶了 那里面在讲述的时候 他有一个明显错误 叫中国的一国两制 香港的一国两制 不是中国的一国两制 所以中共的官员在处理相关的事情当中 他自身的不用谈素养了 就是说他自己的言语的表达的本身 就已经在对比之下相差甚多了 那我跟大家再放一下 就是没有声音的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字幕 他在这样短短的两分当中 他把中共从雨伞运动开始之后 特别到了林郑月娥 把这个立法会的议员 大概有六个 以各种理由从立法会剔除出去 剥夺了他们的权力 而这个概念是使得整个泛民主派呢 在香港的立法会的具有否决权的票数呢 失去了 那这样的概念 它完全归结于是今天中共政权有序的 然后借助这个林郑月娥 现在的控制她的被控制的特首 在香港实施了做法 在香港它的中心的目的 就是剥夺香港人 现有的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保护的民主制度 剥夺了香港人本身的自主的权力 完全被销毁掉 这六个立法会的议员 那疏伤被绑架 维权人士被监禁 那而真正的普选 一直不存在 特首被北京任命跟控制 所以从而它目气不惜一切代价 去控制香港的民主 那紧接触及到中英联合声明 这是一个联合国认可的国际法 具有约束力的 但是呢 中共本身却否决了它的意义 否决了它应尽的义务 那意义否决和应尽的义务呢 在中共驻英国的大使的发言当中 和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耿爽的发言当中都明确讲过 对吧 说你笨蛋 人家骂人家英国人笨蛋 你已经签了协议 那协议都过时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你有病 基本就骂人家有病了 所以这里面它后头讲说 要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把它剔除掉 人权理事会本身就是一个 已经烂了 但是呢 作为发言的人来讲 作为在现实的那种背景和环境下来讲 应该讲它的稿件讲的是相当 我个人以为讲的相当好了 而这种控制力和表达力 在对比中共的代表来讲 相信那中共代表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正义 人间的正义 人的生命的这种表达的这种力量感 有人说不畏生死不畏利益 其实已经不止是 不是一个生死和利益的问题 我们解释过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天地 有自己的人的话 每一个人都是具有使命的 只不过扮演的角色不同 环境不同 他在场合的不同下 你看到是他的性格 对吧 你可以解释成是他的性格 那对比梁家辉也好 谭永林也好 钟正汤也好 那那些男人就是 就像是这个李莲英的后代 对吧 那何韵诗他表现出来的概念呢 是一个真正正常人 包括这个叶德贤 这是一个正常人表现出来的 具有的这种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意念 所以这是善与恶 善与恶的一种表达 在现实的环境中 真实的展现在每一个人面前 没有人不知道 共产党恶 你说谭永林谁能请得动他 当他被迫去出现在那个环境中的时候 他自己当然知道是一个被凌辱的人 但是呢 他愿意要他的钱财 他做过很多被人间 直接可以要挟过 直接可以要挟的事情 才出现今天的结果 在刚才的那段发言之后 美联社就在日内瓦采访了何润士 他对中共国的批评尖锐又多元化 这是他的直接评价 何润士令北京龙颜打怒 这是 这是美联社记者对他的直接的评价 我没有注意到 他叫现在的苹果日报 把他翻译成中文了 这是美联社的文章 而这个 现在他不叫反送中了 他已经叫逆全运动 苹果日报把现在的概念叫做逆全运动 我没有注意到他太多的解释 为什么叫逆全运动 因为他文章太多了 所以现在都不叫反送中 都叫逆全运动 何润士发言只有两分钟 但美联社记者形容他在国际场合上 令北京龙颜大怒 我没有看到 这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他的真正打击的 他痛斥的目标是中共国 所以他就提到要求中共国 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把中共国剔除掉 中共国代表两度打断 发言也不屈服 其针对中共国的批评尖锐多元化 近期罕见 他在短短的两分钟的发言中 全包含在进行 铜锣湾书局的事情 六个议员的事情 维权人士被抓的概念 因为很多人是从香港 是从香港被抓的 而香港本身呢 香港本身去抓那些 在雨伞运动中 判刑那些雨伞运动中的 那些具体的参与者 以这种秋后算账的方式 而就目前来讲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从12号 6月12号 7月1号 包括7月7号 都有抓人 出席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的常务会议 人权理事会的常务 不是联合国的会议 会前 他说会前接受美联社专访 直指中共国涉嫌侵犯人权 远远不止于在香港 在西藏 在新疆 在都非常的严重受到威胁 维吾尔族人 这是很严重 是全球性的议题 不止影响了香港 是全世界 在中国各地的政府 自我审查下 不敢发言 因为 他说各地的 各世界各地的政府 自我审查下 不敢发出言 怕受到政治跟经济的包袱 所以 合认识已经 他的影响力 他的言语已经超越了香港本地 被他抨击的目标 是中共国来的 这是7月7号之后 发生的本质性的改变 7月7号之后 大英雄之后 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香港的议题 扩展到全世界 同时间到欧洲 同时间到美国 黎智英去了美国 赞扬在九龙 向大陆客人讲解的示威者 创意的举动 所以7月7号 出现了向大陆人 这个讲解 它是出现了根本性改变 而不是香港人自己 面对自己香港的权利了 当向大陆人去 讲述真相的时候 就在挑战中国国 挑战中国国 所以这是今天 习近平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处理到今天的自然结果 它有它的理由 它的掩盖的方式 中共内部权利打斗的方式 打斗的概念 这是它自己的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外表的看来 它一直在拖延 它在左右着林郑月娥 但同样又不给林郑月娥 一个明确的答复 从而造成了拖延 走到了今天的场面 那变成了香港的事情 诱发全世界的范围 人在再一次认清 人们在熟悉着 认知了 中共在香港人的问题上 一国两制的问题上 它的高级动物 邪恶之手法 对港人的那种伤害 而且被国际社会接受 媒体 太多的媒体都在报 以为香港人都是暴徒 和反中国 反中共国 这是不实 这是不实的 所以这是 7月7号的 这个九龙的大游行 是反洗脑 其实是 也不叫反洗脑 是为了大陆人 知道中共的真相 美联社再次提到 抗争 它付出的代价 过去数年里 已经没有接到 任何商业合同 无法进入中国境内 即使它无法 预计未来的变化 但仍表明会坚持初衷的 这不忘初心的 提到香港警方滥权的问题 香港警察依然使用过度的武力 而港府却忽视现状 假装国态民安 示威都会继续的 我肯定这点 所以这里面 这一段的描述 就变成了 跟谭永林等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面对邪恶 面对中共政权 你是选择自己的利益 就是恶 选择自己 选择人的自我的尊严 就是善 而选择利益的 在现实的环境中 充实着历史中的 每一刻每一秒 而且相当有影响的人 相当多的人 都是这样 那香港的艺人 那就是在这个 在这次环境中非常突出 我们现在在这次反送中 我们看到就是 叶德贤跟何任师 应该是走得最浅了 当然还有几个人 但是他们两个人 就显得非常的突出 叶德贤是因为他的名望 在香港社会中的名望 影异界跟乐坛的名望 又是个老人 71岁 但他可以如此的做法 而中共在第一时间 就把他的作品 在大陆全都下架 更加说明问题 中共是反人类的 是反香港人的尊严 是完全是与人对立的 与人类本身对立 那何任师呢 他是他的名望 远远不及这个叶德贤 但是他从2014年 到今天的2019年 他却以自己的方式 成为这世界当中 知名的一个香港艺人 而这个香港 知名的香港艺人 是拒绝中共来的 是拒绝中共来的 所以这是表现的 在这种善与恶的 这种冲突中 非常明确的 因为艺人就非常突出了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 就连我们在YouTube上 都可以非常深刻的 体会到这种善恶的对比 善恶的这种概念 更不用说 他们是站在最前列了 这个在跟大家报道 这一个月当中 是 您可以看到在YouTube 在Google的内部 在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中 在他们的这些生意人的 这种各种的借口中 非常清楚 联社的报道 文章相当长 而且把他发言的内容 后来 因为他前面做了专访之后 发言内容又谈到了 在会议上 何韵师提到了 香港人权被侵蚀 紧接提出要求终止 中共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会员的资格 他的批评 是美国去年退出 人权理事会后 针对中共国批评中 最尖锐和最多元化的批评之一 川普曾经在退会时 直接讲理事会太多的违反人权的国家 我们在昨天的报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于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讲 是极具嘲讽的事情 昨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了说 他从香港飞过去 然后你只给他两分钟的时间 面对的却是香港人 自雨伞运动以来抗争的五年的故事 这是极具嘲讽的 但是何人权并没有 因为这样的两分钟的时间 和两次被打断的过程 去给他造成任何影响 他把要说的 在严谨意该的背景之下 直接了当地陈述出来 这是他的素质 这是他的素养 这是一个在正常社会中 一个人的个人能力的 本身的一种真实的表现 同时这是一个具有使命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超凡的能力 对很多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巨大挑战 几乎不可能的 但他经常说自己 根本不愿意在公众环境中讲话的人 他可以做到这份上 提到修改条例 等如果将保护香港的防火墙拆走之外 何准时还谴责了其他 反映中国收紧香港的管制事件 民选立法会的议员被取消资格 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摄运人士被囚禁被抓 疏伤被跨境带走 香港的自治权在回归之后被侵蚀 中共国不惜一切代价 来妨碍香港的民主发展 包括林郑月娥是被钦点的 这个她都谈到了 所以林郑月娥被钦点 这些都直接 现在来讲 她把矛头直接冲向了习近平 因为以习近平的个人的概念的结束来讲 是这样 中共代表两次打断 无根据的指控和侮辱性的语言 这是提出来的 但美联社形容何人士 没有任何区服 更质问理事会 应该终止中国的会员国的资格 以及请对方确保香港人权问题 而召开紧急会议 所以这是 这是我跟大家说 她的素质 她的素养 表现出相当的水平 有份邀请她出席会议的是 联合国观察 人权倡导 联合国观察 也指西方国家没有站在 何人士一方发言 那以及联合国观察 也被中方代表不点名的谴责 涉嫌诽谤等现实的状况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这种脚量 所以由香港的事件的本身 已经在7月7号之后走向了国际社会 而且香港人抗争的目标 转到了习近平控制的中共 会后接受外国传媒专访时说 因为没有发言而受到任何威胁 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维持这样 我会保持坚强的 她的发言非常的 就是她参加这次活动来讲 相当保密的 我们在整个追踪报道中 在此之前没有太多的说法 大概只是在7月7号的 7月5号左右 出现了这个知道她要去 然后媒体上报道知道她要去 然后就这样 那没有更多的一个描述 那我想也可能因为 美国人都已经撤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了 所以中共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她以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是可以很自由的 就是很游刃有余的 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第一个第二个 只给了她两分钟时间 她能说多少 这是他们以为的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我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中共的军队 驻港部队的司令 他单独去建美国的 国防部的高官 做了那种不干涉香港事务的 内政的说法的话 所以在中共上层 他的外宣系统 就是王沪宁的宣传的概念 跟习近平内在的 他的实际的做法 完全是对立的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通常何人是会受到干扰 以后同样会受到干扰 但是呢 就目前而言 就目前而言 我个人觉得 他会出现不同的 就是很诡异的这种 围绕香港的事情 很可能香港是 我们看到中共的完结 是这次香港事件的 这种延续 7月7号 事情出现骤然的转变 香港的 苹果日报的说法 也改了 叫逆全运动 所以这是 都是在发生的 7月7号 这种标志性的时间里面 东建华的生日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